第十题如图呢 这个两角气呢 最小刻度是五度 最小是五度 将两角气置于四边形的 ABCD的顶点A 放在这个地方 它要量的呢 它要量的是这个角A的度数 所以它把 下面这一边呢 跟AB边重叠 它把下面这一边跟AB边重叠 那就来看 这个角A这个角呢 到底应该是几度 这个角到底应该是几度 那我们知道 它既然是从这个跟AB边重叠的话 这个AB边呢 就应该是从零度开始 所以呢我们看的刻度是看 第二排的刻度 就是比较内圈的这个刻度 从这边开始零度 十度 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九十在这里 然后呢一百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角A的度数差不多是 九十到一百 那仔细的来看 到底比较靠近 九十还是九十五 还是比较靠近一百呢 他说呢用四十五入法 再用这个量角器量出角A的近视值是多少 看比较靠近八十八五九五还是一 好首先呢 那我们先把这一块呢 把它放大 这一块我们把它放大 放大来看比较清楚 它到底比较靠近谁 九十度在这里 九十 一百在这里 那这一条线 就是九十五楼 那也就是说这个角度呢 介于九十五跟一百之间 那比较靠近九十五还是比较靠近一百呢 我们放大出来看之后 就会发现呢 这一条线比较靠近九十五 那比较靠近九十五呢 等于是我们就把它舍去 就只算它九十五度 那如果超过一半的话呢 比较靠近一百那就算一百 这一题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它比较靠近九十五度 所以呢这一题呢 角A的度数的近视值是九十五度 所以答案选C 这个选项 我现在看得到 这个选项 到复杂了 然后再看得到 这个选项